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学英文发音的时间咯 今天要介绍三个容易出错的字母 赶快来听听看吧 第一个应该是80%以上的人 都不太有把握的字母哦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是念 W W 其实正确的念法应该是 W W 可以想象成是 W U 的两个字的念法 这样就没错了 蛮常听到的是W的念法 也有中间L发音比较明显的念法 像是W 总之 这个W的发音 想成两个字来念 就万无一失咯 我们再试一次 W W W 再来 H和S的发音 也常常会有一些小错误 到底是 H H 还是H As 甚至是 H S呢 两个字母前面的A发音 到底是要长A 还是短A 其实H 其实H H和S前面的发音是有点不同的哦 H的A 是发长音的A 所以念起来会是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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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S的A 是发短音的A 所以会像是S S S 两个字母合起来念就是H S H S H S 以前小S 都会介绍自己是小S 特别吧 S的音拉长变成KK音标里面的蝴蝶音 不过正确的S念法不要拉太长哦 轻轻的说 S S 就好了 一起来试试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